昨日我們講到,鬼例帶著小白和小灰,來到那座碼頭營的山前邊, 看著這座,好像碼頭那樣的高山,小白燕然一笑。 傳說,在這座山上有一個好深的洞,洞裏面有金族人信奉的犬神居住, 在山腳上有一條好窄的山路,只可以給一個人走,走進去就是金族人聚居的七里洞。 鬼例面無表情地看著這座高山一眼,默默地一路向前走。 從昨晚見完綠雪旗之後,一路到現在,他一句話都未講過,狹窄的山路彎彎曲曲, 而在石壁的周圍,很多地方,還不時有些水珠滴下來,在很多地方,還匯集成一個小小的水潭。 石壁下面,有很多地方,還生了些青青綠綠的石桌,使空氣中瀝漫了一股濕潤而清冷的氣味。 一路上,不知轉了幾多個彎,走了足足一人。 終於,他們走出了這一條,都不知有幾多年的山路,重新見回天日了。 這個暫身的一日,陽光初照,和前幾天,他們陰陰濕濕濕的天氣一點都不同,顯得非常晴朗。 在陰暗的山路之上走出來,陽光一照,令小白和鬼賴都不由自主地閉上眼,感到天空射落的光線,好像帶著一個美麗的光環,照在他們身上一樣。 過了陣,等雙眼漸漸適應過來,遠處熙熙樣樣樣的聲音,也漸漸傳到。 兩人向前一望,使眼前豁然開朗,在這片群山環繞之中,一片平坦而開闊的土地,出現在在他們面前。 一棟棉輛帶著著這裡濃郁的金族人馮味房屋,拔地而建。 有些是衣山而建,有些是另一棟截下 former anticipator的堤樓, 還有一棟非常清潔的梯樓,在前面深山那邊流出,在這片世上全球避原地形的土地上流過。 不少金族人的房屋便是在堤樓的兩邊。 在水面上,遠遠看過去,金族人是見到三座橋,三座橋的樣子都不同,一座木橋最簡單,就是兩條巨木綁在一起,橫在兩岸之上就算了橋。 至於其他的兩座,都是石橋,但是也起得更有風味,有一座是用大石頭砌成的,雖然看起來很粗粗, 但是也很實證,在水面不是那麼廢的溪樓上平擺過去,再用厚重的石板向上搭了一口,就算是橋樑了。 這正是南疆這些簡單而實用的造橋方式。另外一座石橋是用石仔砌的,而且沒有到橋的,是一座拱橋,每一塊石仔都緊密相連橫空而過,飛越溪樓, 看它上去,跟中原的橋樑很相似。哈!這些中原拱橋,它以為在這裏出現,也真的有點奇怪。 鬼賴看一看這三座橋,心動了動,但是面上沒有流露到一些表情,他們繼續向前走,看到人們越來越多,周圍也越來越熱鬧。 四周圍的人說的,大多數都是金族的土話,鬼賴聽在耳朵裡面,只是聽到對方在那裡啲哩咕嚕,聽了半天都搞不清楚,人家說的是什麼意思。 小白在他身邊一路向前走,一邊好像很新奇地四周圍地看,凡是遇到的金族人,都忍不住,每個都看多他們幾眼。 不過,這樣也不算有什麼敵意,以後他們年輕,自然看多幾眼。 走幾步,小白忍不住,細細聲對鬼賴說,咦?看來,這幾年,南疆平和了很多。 鬼賴嗚嗚嗚嗚嗚嗚嗚。 四周圍的人不知多是無恢hor於警惕。 當時,五族都不知多麼激忍。 部族之間,無時會發生駭鬥。 如果是,外人ただ來七寧洞,沒有兩道散手便很恐多吉少。 不過今天看下,恐怕那幾年,爭鬥情形減少了很多,才是。 鬼滴看看,聊天っていう鬼。 放眼一望,這個時候他們已經走入金族人的人群當中,這條大路在溪流的一邊,路的兩旁,一邊是金族人緊密相連的房屋,一邊是清似的河水,岸上還有綠樹成蔭,一眼望過去,金族人的屋多數都是用木材造的,風格和中原的飾養完全不同, 間間的四四方方,撲實無話,而且在屋角正門和邊邊的牆壁上面,都掛著非常之僧靈的動物骨格,越是凶猛的野獸,就越是常見,看來,這些是金族人的風種,在屋外的牆上面,霸一些猛獸的骨格,正好證明他們的主人多麼勇敢,在路邊,都有些金族人在擺攤, 賣的東西多數是野獸的毛皮和肉類,走多幾步,偶然間見到一兩個攤位,賣珠寶肉器等等。 小白說,你如果懂貨,你就知道,這裡賣的毛皮全部都是上等貨,而且價錢又便宜。 小白說,你如果懂貨,就應該買幾件嘛。 偉麗的嘴唇動著動,但一句話都沒有說,他繼續向前走,走到岸邊,去四周圍看看,一時間都不知道是過何,又去找些金族人好呢。 忍不住,反過來問小白,現在怎麼辦呢?小白沉淫說,怎麼說這件事都過了三百年,當年那個人,如果沒有我們這樣的道行,豈不是一早就死了。 現在最好就找回當時我見到那個人,他所在的地方,那他應該在哪兒呢? 小白微微一笑,突然用手向前面一指,呢?那樹呢? 小白微微一笑,突然用手向前面一指,原來小白紙的地方呢,是金族人聚居的深處,一座見在半山腰,高過普通金族人房屋的石台祭壇。 祭壇?沒錯啦! 祭壇看著祭壇,他心裡不由得有點煩躁,他周失眉頭,為什麼呢?因為祭壇在南疆一帶,有著特別的意義。 祭壇之前也來過很多次南疆,因為滿懷心事,一心只是找那個神秘的黑毛種,所以並沒有認真住過南疆的風俗,不過,一些基本的事情他還是知道的。 在這個南疆之地,有金木水火土五祖,大的呢,就分別住在不同的地方,或者因為部族的不同,也因為各自信仰不同的神明。 但是各族之中,每一族都有專門祭祀神明祖先的地方,就是他們的祭壇。 所以祭壇在南疆這些部族之中,有著非常崇高的地位,在很大部分族人的眼中,祭壇裡面的巫師說的說話,和神說的說話其實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以前五族爭鬥得最激烈的時候,每一次,某一族要開展,都首先要請示祭壇裡面的巫師,向神明講清情形,得到神明,也就是大巫師的允許。 這個部族的部族的族長,才可以發動新一輪的戰爭。由此可見,祭壇和裡面住的巫師,在南疆這個地方,是有著多麼崇高而不可侵犯的地位。 而這些巫師,據鬼祿所知,向來都很少見外人的。 鬼祿沉默著一陣,轉頭那對小伯說,那個是金族人的祭壇。 你說那個人,難道是…… 沒錯啦,三百年前,我就在祭壇裡面見到,金族人裡面的大巫師,用環魂反,將被山精惹繞,勾了一魂三魄,一個金族人救了回來。 金族人的大巫師,鬼祿的嘴角又是動了一魂,因為小伯這樣說,真是很有可能的。 如果祭壇裡面的巫師,在南疆的部族之中,地位崇高的話, 作為巫師之中,法力最高強,地位最高,而每一次都是由他親口傳達神明之的大巫師, 簡直就是普通族人中的神明。 如果說,這個大巫師才是還魂法的,是有可能的。 但是大巫師呢,也絕對不可以得罪。 如果自己,真的強硬要大巫師為迫如治療的話,這樣,一旦自己冒犯了他,鬼祿一點都不會懷疑,眼前這片土地上面,所有的金族人,甚至整個南疆所有的金族人都會衝過來和自己拼命。 小白看著鬼祿皺眉頭,說,那現在我們先怎樣? 鬼祿望了他一眼,一句話都沒有說,另轉身就向著那座半山的祭壇慢慢地走過去。 這個地方號稱七里洞,範圍當然相當大,而且號稱南疆邊關最大的金族人的聚居之地。 所以,隨著他們越深入,周圍的金族人也越來越多。 他們走的那條路比較闊,不斷有很多分支的小路向旁邊延伸,就像一棵大樹向旁邊散開枝葉一樣。 鬼祿,他們兩個人遠遠望去,腳下那條路正是直接指向那條祭壇方向,所以就省返也不用問路了。 不過,隨著他們兩個人越來越深入,周圍注意到他們兩個人動靜的金族人越來越多。 旁邊已經有很多人,在那一邊看著他們,一邊自知滋滋滋。 過了一陣,他們走到了那座祭壇所在的高大山腳下邊,然後他們就停著腳步。 不是這個時候鬼祿有什麼猶豫,而是駐守在山腳的金族士兵,將他們攔住了。 鬼祿的心更加煩躁,眼前的情形並不在自己的意料之外, 本來作為金族人至高無上的神聖祭壇,如果不嚴加戒備,那反而令你覺得奇怪。 是,守著山腳這條路的金族士兵是不少的。一眼睬過去,至少有十幾個精壯的男人,或遠或近地站在山腰的道路上面,攔住他們兩個人,是站在最前面的兩個金族男子。 他們身上穿的都是金族人的普通服裝,不同的就是,在胸口那裏另外加了一面,用一些很堅韌的木皮做的木鑑, 手裏面拿著一支長柄的尖槍,看來這個就是金族人的士兵和普通金族人的區別。 那兩個金族人,上上下下地打量了鬼麗和小白幾眼, 其中呢,大多數時間,當然是打量著小白啦。 接著大聲問, 鬼麗轉頭,望望小白,小白聰明肩膊頭就說, 你不要問我啦,被人困了這麼久,這些圖畫,我哪裏還記得住呢? 沒有辦法,鬼麗轉頭,沉淫了一陣,就對那兩個士兵說, 我們有很重要的事,想拜見你們的大巫師。 因為有求於人,平時難得出一句聲的他,現在反而有幾分客氣。 不過很明顯,不過很明顯,這個金族人聚居地方的人, 就沒有天水寨裏面,那個已經開著客產的老闆和伙計這麼開法, 可以精通中土人的說話,聽到鬼麗現在說什麼。 現在,聽著鬼麗說完那幾句話之後, 那兩個金族人緊緊地皺著眉頭,互相對望了眼, 連手裡面的長柄尖槍,這個時候也拿著身, 臉色都不止多嚴肅,口裡面大聲喊問, 咕噜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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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接下來鬼麗真的不知道該怎麼算好了。 老實說,這十年來,他為了迫遙東奔西走,到處去找黑毛糟, 很不容易,現在小白星給了些線索自己,誰知來到這裏,又被兩個金儲的戰士難處,他心都不知道多麼煩躁,如果依他的平星,一出手就打倒了兩個人,然後衝入祭壇,找到那個什麼大巫師,要他為迫療治病,這樣就最好了。 好,只不過,現在他畢竟已經不是當初那個不知世事的少年,他知道現在怎麼都不能衝動,如果不是,一旦跟別人鬧僵了,恐怕就懂得其反,遲了一陣,他知道,無論自己怎麼說,對方都不明白了,於是就用手指一指半山腰的祭壇,然後用很和氣的聲音說, 我們想去你們的祭壇,拜見大巫師,他一邊講話,一邊做手勢,指一指祭壇,又拱一拱手,想著這樣,對方怎麼都會明白兩分了吧? 誰知呢,他的說話的金族人根本聽不明白,但他用手指著半山腰的祭壇的動作,當時不單止兩個金族士兵,周圍的金族人,包括其他更遠的 有五、六個金族戰士,都一起勾他上來,一個一個大聲地罵他,有五、六個金族戰士,更加拿著兵器,一下子圍上來,將他們兩個團團包圍, 鬼了,又不知自己做錯了什麼,疾了疾,小白聲在旁邊,細細聲說,哎呀,糟了,一下子不記得提醒你,你可能犯了他們金族人的大忌了,我做了什麼呢? 小白看看周圍憤怒的人份,細細聲說,金族人眼裏,祭壇是一個神聖而不可侵犯的地方,平時,就算說話都不可以輕易提起,如果用手指著祭壇,更加極大畢竟,在金族人裏,這個是最大的侮辱來的 鬼了聽到,忍如燈了他一眼,這麼重要的事,那為什麼剛才你不跟我說呢? 小白瞪著他一眼,忽然你輕輕一笑,哎呀,那雙眼,又味到,似乎要流出水泥那樣,你自己想想嘛,人家被人困了三百年,哪一下子可以記得這麼多東西呢? 鬼了聽到,哎呀,他頭都不知變得多大,生氣他又不是,但是現在更加不知道怎麼辦呢? 周圍的金族人,見到那些一男一女被人包圍之後,居然好像不是那麼害怕那樣,反而是神情自虐那裡細細聲說話,那男的呢,看起來還有幾分焦急之意,但是女的呢,簡直一點都不把周圍的金族人放在眼裡, 不單止跟那個男人又說又笑,一陣子還飛出兩個眉眼,哎呀,那個樣子啊,都不知多麼油美,多麼有人啊! 周圍有很多個金族女子,看著小白美麗的芝蓉,一時間的心裏面都不知道多麼妒忌,多麼羨慕,但是,再看一下周圍,很多金族男人呢,看著小白,嘩! 啊!個個都兩眼發光,好像連雲柏都似乎已經被人勾過去,而這些一個一個,已經被小白吸引的男人裡面,有些是自己的丈夫,有些是他們的父親,有些是他們的兄長,哎呀! 啊!這班男人啊,都個個都三文劍七柏,這個正恩歐仁狐狸精來的啊! 啊!煞時之間,全場聳動,周圍那些嘩嘩的聲音,刺起彼伏,好像似乎呢,覺得這對九男女,侮辱了神聖的祭壇,真是罪不容赦,應該將這對男女千刀萬刮,凌慈處死,這樣最對啦!這樣,在這些聖狼之中,有幾個年輕一點的男人,忍不住說,哎呀! 啊!剛才用手指指祭壇那個都是個男人,侮辱祭壇的都是那個男人,這個女人沒什麼錯啊!不如殺了個男的,留給這個女的下來,給我做老婆都幾好啊!或者呢,做個小的都行! 誰知說話都沒講完,這幾個男人,當堂被整班女人為主,這班包圍他們的金族女子裡面,有些是他們的媽媽,有些是他們的姐姐,阿妹,阿姨, 三姑六嬸,甚至根本都不認識金族女子,日下有些用手打,有些用腳踢,有些是扯頭髮,有些是抓耳仔,有些是扯心口,有些是插眼,哎呀! 總之呢,周圍呢,手腳踢下,鬼哭狼狼的聲音頓時響起,過了一陣子之後,啵啵啵,一陣子聲響,這幾個被人打到鼻青面腫的年輕人,一個都被人拋了到小溪那裏, 當同時撤起不知幾大的水花,哎呀!看來這些金族的女子,個個都真是何東西來的! 那些金族士兵似乎都想不到,這些女人會有這麼大火的! 這個男子侮辱了祭壇,他們還好像火過自己的士兵那樣,對侮辱了這個祭壇的外人,這麼心惡痛絕,甚至呢,有些人只是稍微求情,就被人這樣來打發,哎呀!這樣就得到的! 為首的金族士兵是他的頭目,他只是指揮人,用兵器是指實毀勵和小白,然後大聲渴問,咕嚕咕嚕咕嚕! 咕嚕咕嚕咕嚕! 鬼黎聽到一瞪嘴那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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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他心都不知道多急,他怎麼算好呢? 自己的心急要找大巫師,但現在雞同鴨說,你又不明白我,我又不明白你,那應該怎麼辦呢? 那各位,欲知後事如何,我們明天再說了! 解話諸宣 鬼禮這次來到七里洞 他不僅是要來找金族人的大名師 希望能夠從中找到醫治的條 重新做個救醒的盤反 但是他不自覺地捲入了南疆五大部族爭鬥的傳魔裏 甚至還觸發了一個已經醞釀了百多年的大陰謀 原來南疆的五大部族追本索瑜 都是由同一個族慢慢地分離出來 他們之所以由一個大族分成五個小部族 而且互相之間還爭鬥不憂 即是同在很久之前他們五族人的先祖 所守護的那五件分別屬於金木水火土的聖氣有關 當初他們的先祖想著把那五族人分別不同地分裂出去 讓他們每人守護一件聖氣 而且互相之間又不相來往 這樣一個足以在這個世界上掀起聲風血雨 而且很難抵當惡魔就會被永遠鎮壓 但是他們想不到這五族人分開了之後 為了其他的利益又爭奪他們自己手上的分別不同的聖氣 他互相會掀起無常的殺戮 使得五族之間爭鬥不憂 而這次鬼來的來到不單止揭開了這句秘密 而且也知道一場巨大的浩劫即將降落得 愛美濟大 Overwatch 我依然問到我你想 厚給 我依然問到我你想 吝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